大家好,我是驴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神奇的电影 男主角熊儿是个鞋匠 他家是祖传修鞋的 他爹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失踪了 只剩下熊儿和妈妈相依为命 这一天,杜管闲子的小妹来到熊儿签字 说是要抗议房地产开发 熊儿有些不耐烦了 于是很快就签字完事 熊儿白天忙着工作 晚上还要回家照顾痴呆的老妈 当年熊儿的爸爸失踪 对熊儿的妈妈打击太大了 直到现在还天天给熊儿念叨着 问他的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熊儿在休息的时候 突然店里来了个老黑 老黑一进来就口气很大 故意露出了手表 对熊儿说 他的一个手表能买熊儿一个店 然后熊儿就心想 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来修鞋 这简直有点不合逻辑 为了挣钱 熊儿只好给老黑修了鞋 修着修着机器突然罢工了 为了能赶快把鞋修好 熊儿来到了地下室 动用了祖传的陈年老机器 没想到陈年老机器就是厉害 修完鞋的熊儿想试一下老黑的鞋 结果刚穿上自己却变成了老黑 脱了鞋又变回了自己 这可把熊儿给吓了一跳 熊儿想试试别人的鞋 看看能不能变成别人 结果一次不要紧 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无论是谁的鞋 只要经过这个机器一番修整 然后自己穿上都能变成那个人 甚至穿上了一双高跟鞋 结果还能变成不男不女 于是从此之后 熊儿变多了个小心思 终于有一天 一个美女春花来找熊儿 替男友修鞋 于是这下可把熊儿给高兴坏了 他赶紧的穿上春花男友的鞋 结果变成了春花男友的样子 然后就去找春花 结果春花正在洗澡 熊儿心想真是天助我也 就在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尴尬的一幕 有些事能不能脱了鞋再操作呢 对于正常人来说显然是不可 于是熊儿只能尴尬又遗憾的罢手了 回到家的熊儿发现妈妈也不让他省心 都病入高慌了 还想着和爸爸共进晚餐 于是熊儿就想着孝顺一回吧 就扒出了爸爸的一双鞋 用老机器修补一番后 自己穿上 结果就变成了自己的爸爸 然后和妈妈共进晚餐 结果第二天妈妈就走了 并没有留下一丝遗憾 对此你们觉得熊儿是孝顺呢 还是孝顺呢 处理完妈妈的伤势 熊儿很是难过 他想着如今妈妈都走了 自己还是穷得一塌糊涂 可不利用自己的超能力赚他一笔呢 于是他就偷偷地跟踪老黑 想办法去偷老黑的那块手表 来到了老黑的家里 拿到手表之后 熊儿穿着给老黑修好的鞋 就往外走 结果一开门 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假老黑碰到了真老黑 幸亏熊儿带了电机网 趁着老黑蒙圈的时候 给他来了一下 然后就把老黑给绑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又有人敲门了 熊儿透过门眼才知道 原来是老黑的小喽啰 他们来找老黑 一同去拿50万的赏金 熊儿也听 哇塞50万 这可比老黑的表值钱多了 于是就穿上老黑的鞋 和两个小喽啰一起出发 见到了雇主土豪黄毛大姐 熊儿才知道 原来任务就是处理一个精致户 可能是熊儿没借过那么多钱 吓得蒙圈了 他拿到了钱 竟然又回到了老黑的家里 结果被老黑给反扑了 打斗间 熊儿一脚踹上了老黑 第二天熊儿纠结了一球 还是决定去自首 他给警察说 我和一个老黑长得很像 但是现在又不像了 我闯了他家 还一脚踹上了他 警察看着一脸严肃的熊儿 感觉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看警察出处都不相信 于是熊儿就带着警察 来到了四趴地点 结果现场是干干净净 好吧 这回警察彻底判断出 熊儿是脑子有问题了 连走着这么多钱 熊儿心里很是紧张 无共不受路 于是熊儿就把钱还给了黄毛姐 都说女人好办事 于是熊儿就穿了一双高跟鞋 变成了一个女的来找黄毛姐 黄毛大姐当场就不干了 你以为你是耍猴呢 大姐派人把熊儿给处理掉 结果途中熊儿集中生智 穿了一双死人的鞋 最后把这俩货给吓跑了 后来熊儿知道了 黄毛大姐要处理掉的一个钉字户 就是自己认识的一个老头 于是熊儿就跑去和小美商量 如何保护这个老头 熊儿穿上老头的鞋 和黄毛大姐谈判 看着熊儿的谈判态度 黄毛姐简直当场就想把熊儿给火化了 没想到熊儿早已找好了记者 并且偷偷地录下了黄毛大姐 威胁他的所有过程 最终黄毛大姐也是扶了他了 晚上熊儿开车出了车祸 等他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在隔壁老王的理发店 并且老王告诉了他一切 原来老黑的事情是老王帮忙处理的 而且老王就是熊儿失踪多年的父亲 他一直在暗中保护熊儿和他的妈妈 这下父子终于团聚了 爸爸带着他来到了新家 一开门熊儿就撒脸了 原来自己现在是个富二代 以后再也不用休学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电影的名字就叫做《鞋匠人生》 原版电影下载请搜索观众驴哥的微信公众号 驴哥社电影 更多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